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复视显微镜观察鱼的尾棋 先用低倍率物镜观察 再转成高倍率物镜观察 并在图B记录显微镜下尾棋写意流动的方向 注意 进行观察时 要不时用滴管吸水滴在棉花上 以保持小于身体的潮湿 想一想 1.血液在不同粗细的血管中 流动的速度是否有差异 请描述你观察到的情形 2.血液在较细的血管中流动比较慢 在较粗的血管中流动比较快 2.可否判断观察到的血管 是小动脉还是小筋脉呢? 请说明理由 2.先找到最细的微血管 根据血液的流向可以知道 微血管之前的血管是小动脉 之后的血管是小静脉 2.血液到较子 3.剃 ok 需要的血管 3.剃 ok 需要的血管 7.穴光 7.六根筋脉